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出炉 被认为会继续掌权的习近平榜上有名毫无悬念 但现任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四人不在这次的名单上 分别是李克强 汪洋 栗战书和韩正 外界认为这代表习近平将第三次连任中共中央党书记 而李克强则是逐渐步出政治舞台 终结先前盛传的席下礼尚传闻 这是一次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 团结奋进的大会 25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2人得到留任 13人卸任 过半数都换成习家军人马 习近平的权力几乎大到没有其他派系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 年底将满65岁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没有进入20大中央委员会名单 可能代表国台办领导层将换血 而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也都不在名单上 代表港澳系统也将迎来人事大洗牌 不过不论由谁接任都一定是紧跟习近平的港澳政策 目前也看不到习近平的港澳政策有任何放松迹象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通过党章修正案 都显示习近平不止权力独大 还要在党内贯彻他的思想 欢迎新闻刘明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